非凡抢先报 我们赶紧跟电竞王紫玉堂先 武安你好 明俊哥同志们有大武安 是 今天台股一扫昨天的阴霾 甚至在雅谷当中 台股经验的集中市场跟OTC 算是可圈可点 没有错 其实昨天的一个下扎 其实让市场都有点 吓出一声冷汗 不过仔细看法人的筹码 甚至昨天回挡幅度 比较深的鸿海 结果外资昨天是买四万三千张 不知道昨天鸿海到底是谁杀出来 也蛮令人吃惊的 结果今天鸿海算是回过神来 这个九十元的关卡再度站上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市场 算是今天吃了一颗定心碗 那整体来讲 我认为多方的格局它没有改变 所以第一个 拉回站在买方的一个方向是不变 只是位阶 这个是我觉得目前最重要 需要考量到 我们举例来看 在今年算是比较强势 PA指标股 我们几个科 最近反而是日K 连五黑 投信在大概过去一个月 开始做调节 当然营收获利的好转 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股价这一波 从年中四十块不到 涨到一二四点五 但是说实在话 这个涨了三倍之多 这个毕竟涨多嘛 就是最大的利空 股市不变的真理 低买高买 有些法人主力大户 在高档调节的个股 当然或多或少 要去做一个留意 不过当然还是有强横强的 你看PCB这一块 滑通今天尾盘在拉高 股价送到五十点一 这代表强横强的 在拉软板的台郡 今天有被这个 外资点名看好 然后还有四九五八的真理 这一些都是属于强横强 在创高的个股 那代表说 不是说高位阶一定不行 而是说整体来讲 市场上的资金的流向 甚至是现在操作的方向 我认为以财报面 甚至配合位阶考量 还是蛮多低基期 比较安全的个股 投资人可以去留意 像最近公布财报不错的 逸光 逸光外资过去 昨天我们也聊到 连两个礼拜买超 那公布出来第三季的获利 也不错 前三季赚了一块多 你看今天是从年限之下 往上去做一个 攻高的动作 因为时间周期拉长来看 逸光真的处在非常低的位置 再来你看到像是这个 做连接器的 3605的宏志 也是很标准的一大 财报黑马股 你看宏志的日K线的一个架高 从大概过去这一个月看起 尤其在昨天 昨天台股是这个大跌白点 结果宏志是不跌反涨 拉了一根长红棒 那这个最大原因就在于反映它的一个高获利跟所谓的低谷近比跟长线低位阶 因为第一个宏志在这几年开始转型 切入到车用 还有网通 甚至到未来5G相关的供应链也打入了 像是在车用限速的部分 像是这个欧系的保时捷 克莱斯乐 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主要供货商 你在看到财报数据的表现 这个宏志单季赚了1.25元 它目前来讲 这个前三季已经赚了将近两块 全年有机会赚到接近可能3块左右 所以第一个本一比不到10倍 加上它的净值还有34块6 所以股价还远低于净值 如果我们切个月K线 时间周期拉比较长给投资人看 因为现在我认为在目前来讲 未接配合基本面在底部转强的个股 算是目前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 你看宏志在大概2009、10年当时的历史高大概143 现在的股价才在29块钱附近 说真的这已经是非常低的位置 加上在这个横盘整理了将近了快一年多之久 以月K的形态架构 也算是刚突破长线这个大底型的景线 大概28块的位置 所以原则上你看以目前来讲 这种获利能够有高度成长的公司 配合股价的一个形态架构 是刚从底部爬上来的 其实在后续性上来讲 能够反映所谓财报基本面的行情 我觉得是可以比较乐观去做一个期待 所以总结来说第一点 现在的操作当然绝对是回归到基本面 但是我觉得配合股价的位阶股进比 你都一并做考量 像是在PCB版当中 我认为也比较委屈的是3189的景硕 当然景硕你说前三季是没有赚钱 你说股价在低档是情有可原 但是以它的一个获利的层面来讲 第三季的亏损已经大幅收敛 快接近了这个 已经没有赔了这么多了 那再来明年的部分 它有苹果的订单 尤其在SIP封装的一个渗透率 持续增加之下 相关的基板出货绝对会增加 5G的BT载版也是市场所看好的 所以以目前来看 景硕在这一波 大概测了这个46到47月的景线关卡位置 目前有见到初步的一个回稳讯号 尤其今天这一根红棒 顺着整个PCB族群 往上电高的情况之下 它也算是股进比比较偏低的 因为进值有55.6元 现在股价在47.6元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一类比较能够具备 转机位到的个股 那相对来说 底型它才刚打出来的 我倒认为在目前的操作 投资人还是可以密切多加留意 OK 那投资朋友在这个位置当中 当然其实大家本来就已经很难安部当居 因为这个位置对不对 对 这个位置真的 你说29年新高 第一个 过去这一波没上车的 你说要他再上车 这个要买的下手 真的这个心理的关卡要去克服 那不管你说12682会不会过 这个至少现在的位置 也会让尤其你可能比较资深一点的股民 有所谓的万点的魔咒的一些 阴影也好 都会担心现在进场 会不会套牢在相对的高档 当然我不会言 这个位置绝对不低 但是站在一个顺势投资的逻辑角度 既然趋势是多 那原则上我们操作心态还是偏多 只是说在选股的方向 跟操作的一个 应该说是策略上 我们不是去追逐所谓的一个 已经涨多的强势股 而是在相对的低档区 投资还是可以从近期公布的财报 营收 挖掘一些在这个过去可能市场 比较没有注意到 相对股价在这一波 也没涨到这些个股 当他们的营收获利冲出来之后 反而接下来 尤其现在的一个轮动架构之下 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的主流跟过去上半年 前三级 我觉得已经不太一样了 反而一些比较 在明年有展望题材 转积性的个股 反而最近都冒出头 OK 也非常谢谢玉堂先生 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 但是